稍早在節目當中提到了形象的重要性 求職者從服裝儀容獲得好的第一印象之後 接下來的關卡就是面試的時候 要怎麼樣來應對 還要適時的展現自己 我們特別找來兩位應屆畢業生 模擬面試 請兩位專家從他們的服裝儀容 以及應對談吐 分析誰才會獲得主管的信賴 先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你好 我叫陳邦安 那我今年22歲 四星大學廣電系電視組 大四即將畢業 那我的興趣基本上就是 運動 然後健身 然後專長也是籃球專長 那但我喜歡各類的運動 所以我自己有在學泰拳 然後普通也會去慢跑去游泳 你好 我叫做賴尹真 然後我今年是22歲剛畢業 那我就讀的是輔大的新聞系 然後其實我還蠻活潑外向的 所以我也很願意接受 就是來自於工作挑戰 因為我之所以會想面試這份工作 就是因為我認同這份工作的價值 然後我相信我可以一直很努力的去積極 然後去學習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多困難 然後也會樂於影像挑戰 我最大的優勢 我感覺是我不怕 就是 對 就是敢做去做 然後準備好自己 別人就會用你 我還蠻擅長與人交談的 就是不管是像 因為我從大義務開始打工 然後我都一直從事比較活潑一點的工作 所以不管是跟客人 或是跟我們之間的同事夥伴 其實我都還蠻會跟他們就是交談 然後還蠻會交朋友的 很容易博得他們的好感之類的 工作對我而言是一種生活態度吧 就是你的生活就是要配合你的工作 那相對的它也是你的興趣 對 所以這樣子對我來講 我感覺這樣子我才會做的長久 所以我必須去喜歡它 我希望能夠獲得跟人際溝通 就是溝通上 然後交朋友的成就感 工作應該是會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然後我會願意花很多時間去努力 然後會願意很積極的奮鬥 然後為了這個工作 然後跟整個團體裡面的人一起成長 然後找到自己的價值 好 我們看完這段影片 看到兩位都是求職者 兩位是分別是媒體服務業跟設計業 如果從兩位來賓的眼光來看 如果是你們現在要來應徵人 你們的評準的標準 會分別想要入取哪一位 我們先請林設計長來選一下 就是先舉個牌 男生是一號 女生是二號 如果是你會選 你會選二號 你怎麼看 為什麼他有哪些特點 吸引你的注意 我想他的 他穿基本上稍微比較在意一點 比較認真一點 他談的內容是有談到他對未來這個工作 跟他之間的關係 那男生的話 我覺得他一直在談他自己的興趣 他什麼東西 那這些跟他的專業好像沒有什麼什麼關聯 那女生比較唯一比較缺點的是他講話的時候眼睛會稍微飄 他一直看上面 這可能會有點信心不足的感覺 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將來在工作上面他是會很投入的 對 那何經理人如果是你會選擇媒體服務業 你會入取哪一位 我主要看 當然這要涉及到我挑選的職缺是什麼 那如果說今天暫時不看職缺的情況上來看的話 我會選的是男生 男生你好 那其實第一 第一點我看了就是他在面談過程的那個表現的態度跟眼神 對 其實我很在乎一個人在跟你談話的時候 眼神是不是飄忽 那如果眼神飄忽的情況之下 從心理學的角度上來講 其實他是在想 他在假設他要回答你的事情是什麼 而不是他直接想要回答你的事情 所以在所謂言談上面的表情上 對我來講就是扣分的 那第二個在整體服裝儀容上面 雖然他穿著的是套裝 可是他的他的頭髮 他的頭髮放下來 那不是代表放下來不好 而是他的這個頭髮的搭配上 看起來就是比較沒有精神 那比較沒有精神的過程中 在第一印象上就會覺得比較懶散一點點 我想這是從外表的角度上來看這件事 那從談圖的過程中 因為男生大部分都是在談他個人 對 其實如果我瞭解這份工作的特質 從他談個人特質的前面 我可以去復印到 他在這個基本工作上面的特質上面 個人工作的那個人格特質上面 是不是完全符合 那女生的回答 其實比較一般的回答方式 也就是我們在回答一般的面試官的時候 最安全的說法的不外乎 就是團隊努力積極 可是在這裡面我看不到你自己是什麼 那他過程中其實有展現一點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他是活潑的個性 那這個是看這個職缺上 需不需要這樣的活潑個性上來看 所以從第一印象來看的話 我選擇會是那個男生 社長 請問如果您要給一號男生建議會什麼 其實我們知道的是一號男生呢 他想要應徵是設計業的工作 如果說他現在真的是要應徵設計業工作 剛好碰巧沒有被您選上 他應該修正什麼 他才能未來投入職場的時候可以多注意 他應該都談一點專業的事情 對 都談一點專業的事情 所以不要談一些不著邊際 譬如說我喜歡運動 對 打泰拳 還學這個 學那個 對 他應該談一談 我對設計為什麼怎麼樣怎麼樣 是 會比較 會談什麼樣的看法 對 會比較實際一點對不對 你們想知道的是這一部分對不對 好 我們就請教兩位 如果你們兩位是擔任面試主考官 你們會提出哪些問題 何經理 如果您今天要來面試 您可以先假定一些職位 那你會提出哪些問題 因為通常我 因為我在公司是屬於人資 所以我們在面談上大半是屬於的第一關 那第一關的面談過程中比較不會去涉及到所謂的專業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不要從廣向的面向來看 那我最喜歡問那個問題 其實就是他的成功經驗或是失敗經驗 那從成功經驗或失敗經驗裡面 再去探究他每一件事情上 他在這過程裡面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努力的過程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價值觀 跟他面對這樣子成功的現場 或是失敗的現場的時候 他的態度 以及他的心理上面所呈現 未來的可以改變的方向是什麼 大致上我比較喜歡問的問題 是從這個角度切進來 從這個角度切進來 那社區長呢 如果您今天在面試的時候 您通常會提出怎麼樣的問題 通常第一個最大的問題說 你想成為什麼樣子的一個設計師 然後就讓他去講 讓他發揮 對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憧憬 是 那從這個當中 可以再發現他的一些特質是不是 就是說你的願景是什麼 大家都想當設計師當大師 當一個很浪漫 很亮 你想當什麼樣的設計師 那個只有一個 對 可是真正的你要落實在你這樣子的一個工作裡面 你想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這個會看出他的價值觀 跟他整個人生的規劃 其他的專業的事情在說 除了問這題還會問別的嗎 會問他你如何做到這件事情 就延續的這個問題是你如何去做到這個 目標是什麼如何達成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是對我們這個公司 你了解多少 這三項如果想要應徵的話 各位求職者都要記下來 我們接下來要請兩位給求職者建議 我們要怎麼樣從剛剛我們節目一開始 從外在到我們現在談的是內在的部分 剛剛中間也談到內在的部分 給求職者一些建議 他們應該怎麼樣來做好準備 何經理 我想你去應徵一家公司 做基本的準備一定是必要的 你要對你這家公司 你要應徵這個行業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熟悉度 那至少在面試官的這個立場上來看 直到你是有備而來的 我想這是最準備的 那當然平常自己在所謂的扎實功上面 就是要努力了 那如果你對你應徵的這份工作 你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成果 建議你其實可以先帶過來 那在過程中 你也可以展現你這些成果的過程 然後你做的一些努力 那這些都是可以在面談的過程中 容易加分的地方 社會長 如果您會給一些求職者 新鮮人建議 你會給大家哪些建議 就設計來講 這個專業來講 把你的作品級弄好 而且對你的作品要非常的清楚 就這兩件事情 是不是求學過程當中都不能鬆懈 剛剛有特別提到 因為設計的工作畢竟不太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要累積很多基本功 對 你在技術技巧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用人通常進來 最重要的是你馬上能夠上手 那以前很多說進來在訓練 那現在已經沒有 現在在大學的課程裡面 這些技巧東西都已經很早就開始在訓練 甚至有人在高中 有新的人在高中的時候 自己都去補習班 去把這些很基本的這些軟體的運用 什麼東西都已經開始在訓練 這麼早就開始去學了 對 所以競爭真的非常的厲害 所以你一旦踏出巷門 進入要職場的時候 你已經要準備好 那我強調是技巧放上面 是可以早一點準備好這樣子 對 這對新鮮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等於是要提前準備 絕對不能以為我出了社會 還有時間再去做準備 經理你也是這樣覺得嗎 沒錯 沒錯 尤其是對職場新鮮人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職場新鮮人 他們在求學期間 就去考很多的證照 那證照對有很多的職務來說 其實是有加分的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說這個你一開始 在你的求學期間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想走哪個方向 在那個時間點 你就開始做準備了 那這些其實在對求職上面的 低音像上面 也都會有加分的效果 好 我們非常謝謝兩位來賓 給予我們非常多的寶貴建議 鄉親觀眾朋友們跟我一樣 學了很多 感謝兩位來賓的參與 謝謝 下個星期我們要來談的是 食品安全商機 最近接連出現了黑心食品 相信民眾都很擔心 吃下了很多有毒的化學物質 想要吃的安心 有機或無毒的食品 對民眾是不是好的選擇呢 業者又應該如何把握 食品安全的商機呢 下星期節目 我們會一一來探討 請繼續鎖定財經新世界 我們下期請見 我們下期見